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相信许多小伙伴在生活中最离不开的调味品应该就是醋了吧 不知道有没有买错酱油和醋的经历 反正小编是深有体会的 提到醋,不得不说的就是山西的醋文化了 如果山西的小伙伴应该都见过这样的场景 走在一些村子的大街小巷 几乎到处都可以看见当地人摆在家门口的醋坛子 据说山西人很早就有这样的传统了 门前醋坛子堆得越多就表示家里越富裕 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当地的一大特色 在山西最出名的莫过于平遥古城了 这座古城在文化上与我国其他古城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般的古城都是以其未封古域的历史建筑而出名的 而平遥古城则是以其历史悠久的醋文化而闻名于世的 作为国家无为级旅游景区 平遥古城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这里几乎到处都能看到卖醋的地方 并且几乎每家醋店门前都安置着独具特色的醋坛百事 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彰显了古城浓郁的醋文化 不过在平遥古城里醋的价格是非常贵的 平常几块钱就能买到的醋 在这里要花几十块才能买到 而醋店里那些山西人自己酿的老陈醋更贵 一斤就要四十多块 如果买一整坛的话会便宜一点 但是也要一百多块 尽管如此 还是有非常多的游客莫名前来 为的就是那正宗的山西老陈醋 最了解 山西醋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 每家每户甚至更有自己独特的酿造配方 这也就是为什么山西醋 要比其他醋味道更醇厚香甜的原因了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